桃园市的美孚仓储大火事件已经满了一周年 市府的环保局去年针对业者开罚了600万 但是呢没有想到明代近期追查之后发现 因为证据不足 法条引诱错误 法环全部都被撤销了 等于说一毛钱都不用缴 美孚大火公害自救会跟蓝绿议员在昨天痛批 郑文灿市府开罚原来都只是骗局一场 好业者只发给美护两盒口罩或是垃圾袋 就打发了事 根本是对居民最大的侮辱 要求新的市府应该要还给人民一个公告 九合一大选之前 资策会认为高宏安侵害两篇论文的著作权 提醒了刑事自诉 台北地院21号将会首度开庭 传唤资策会的代表人出庭来阐明 对此高宏安在20号重申 他认为没有侵权的问题 希望选举时的纷扰仇恨对立 在选完之后都会回归正常 他自己会全力配合司法 不想这个在竞选时间都已经回应得非常清楚 那资策会所使用的这两篇论文 其实我都是第一作者 那在这个论文的发表上面 其实也都是学术的引用 并没有任何引力 那资策会其实在去年的9月20号的时候 其实他们也都发出了声明表示说 其实这样子的一个使用上 并没有所谓的引力所以没有所谓的侵权的问题 但是就在一个礼拜后呢 又突然把夹弯着急转弯改口 说这个有什么侵权啊等等的状况 那我想这部分的话 在明天的他们所谓的开议 其实是以这个资策人 就是资策会方他们要去表达他们的意见 并没有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状况要辞职的部分 所以我还是希望说其实选举期间的一些纷纷扰扰 那这个仇恨堆立的被挑起 我相信其实选完之后 大家都会回到自己的就是正常的庞位上面 那当然如果说以后续有什么样的一个 司法诉讼的一个进步上来讲的话 我这边也都是全力配合的 台中市议会在昨天进行了第四届第一次的零食会 面对民进党议员只一巨蛋的经费预算增加了34亿 总经费达到了99.98亿元的议题 台中市长卢秀燕有说 经费增加主要原因是因为国际局势导致的 新竹棒球场从3.5亿变12亿 还有其他建案也有类似的问题 他表示我讲的还算是客气了 好 电价大涨 钢铁价格也涨价 其他的物料也都上涨 市府预算何时编列 还要来关心 这是曾经在2018年投身台北市长选战的 蜂蜜柠檬哥吴厄阳 最近分享他去台北市离合生态公园的改变 他指出过去他在公园踩踏楼板的时候 总会被这个楼板的晃动给吓了一大跳 很担心哪一天有人会不小心跌倒 没有想到最近楼板被修复好了 也让他大赞去年建议选蒋万安当台北市长的选择 的确是非常正确的 感叹从政的用心都在小细节里头 好与坏其实人民都会感受得到 民进党的台北市立委初选开放登记 台北市员洪建议昨天上午有到市党部去的领表 将会登记参选松山信义区的初选工作 不过让人很好奇的是 洪建议他其实有领了两份表 媒体问他说 另外一份是否是帮前内政部长徐国勇来领的呢 洪建议表示没有帮谁领 事先先准备好而已 他怕自己会写错 至于被问到了徐国勇是否要参选台北市的立委 好这个时候洪建议则是表示他不清楚 他以前有拜托我领表 不过这次并没有说 好但是民进党立委初选起跑之后 很多的现任市议员是不甩党主席赖清德的诚信条款 这当中呢就包含了汪世坚 好汪世坚不信邪 也照样登记挑战何志伟 相对于不到二十四小时之前 含泪退选的高雄市议员黄秋英 几乎是被各个地方派系龙头压着就范 街头上参选人大打主席牌挂上跟赖清德的同框看板 绿营立委党内初选已经飘出火药味 只是党中央才说到初选结束前 不得悬挂跟赖清德的合影看板显然自家人不甩党中央的规定 没有罚则也没有其他的规范 这是一条只是死地无印三百两或是预据还银的条款 没办法这些候选人就是这么需要我 不甩党中央不信邪的还有他 王世坚表态出战士林大同得先跟现任立委何志伟民调大厮杀 跟赖清德的诚信条款背道而驰 赖清德主席有宣布没有现任优先都要初选 所以我响应赖主席的说法 这个只是宣誓性的道德劝说不是就参考用吗 因为没有处罚也没怎么样嘛对不对 就是要来亏何有益 但是不到二十四小时前 高雄友研会的议员黄秋英 原本表态参选立委 最后跟诚信条款妥协宣布退选 真的要非常感谢黄秋英议员 陈其迈画边讲黄秋英眼泪边掉 哭到妆都花了 脸上两道泪痕超明显 而坐在他旁边的立委邱志伟 本来是初选的竞争对手 现在邱志伟能够安心拼连任 哀鸿是假提名珍征兆 旁边王定宇和赵天玲也在现场 似乎是被千成相让的 集体围剿 其实他已经耕耘了非常长的时间 这样的人没有机会出头 是霸凌着在派系的要求之下 逼着他含着泪退出 就跟黑道有什么两样 就告诉民进党只有天话的狗 才能在民进党出头天 这让黄秋英情何以堪 诉诸道德规范的诚信条款 成了现任艺人的紧箍奏 有人被迫牺牲 倒也有人觉得赖清德的诚信 听听就好 借过下定全右台北报道 好 民意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 皮肤也会变差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 叫做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 怎么买呢 来QR Code快点购 扫一下 来QR Code快点购